這就是以前的瘦票處啊 對啊有的超美的 火車來了 對這邊的話你就可以看到火車 然後交叉的樣子 真的非常的豐富 不得了不得了 後面就是滿滿的花旗路 你很難想像剛剛海下過雨 我是玩笑娃 跟著人娃 去旅行 我們現在來到了 加油 足旗車站 哇塞 足旗車站的話是有歷史的耶 我們來去看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好那我們就出發囉走 足旗它這邊很有趣 它這邊都是屬於那種馬卡龍浴的造型 對啊好可愛哦 好馬卡龍哦 對啊 超海長的 玻璃 好復古哦 對啊不错不错 這邊可以簡單的拍完美照 這樣子整個遊覽過去很好看哦 對啊顏色超美的 這窗戶也太可愛了 這就是以前的售票處啊 這也還有老舊的火車 不超越環線 所以它真的會有火車哦 會啊會有火車 哇好亮啊 我們現在在火車站的站台哦 全部都是屬於馬卡龍綠的一個感覺 對然後它的地板啊都是用枕木做的 然後你看那邊 哦那邊有什麼 那邊其實它又是鐵路的交叉 它好像一邊就往阿里山走囉 對 沒錯所以你如果要去阿里山應該可以從這邊走 然後在那邊的話有一個觀景台 我們等一下可以帶大家去觀景台 那邊的話就可以看火車 其實足旗的車站呢 它的就名是足頭旗哦 然後呢它的起點是從嘉義的14.2公里 然後海拔是在127公尺 這裡是通往阿里山鐵路的 最平的一個道路的其中之一哦 海拔127公尺 就是這裡 所以這裡是阿里山森林鐵路裡面 最平凡的一個道路 這邊可以直接從足旗然後到糞旗 對 然後時間的話總共有三個時間 南下的話我們 可以到嘉義 南下到嘉義耶 好方便耶 對啊 太吵了 這邊有煙龍耶 銀鐵人 是以前的救助社群哦 好可愛哦 下面有一些照片 哦真的差很多哦 對啊 這以前完全不一樣 有火車耶 哇這在那裡 真的啊 有耶 這邊三角線 加煤台 竹琪色塞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煤炭橋 十三層橋 火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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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趕快去嗎 有嗎 三角口 對這邊的話你就可以看到火車 然後交叉的樣子 是一個觀景台 你就可以在這邊 可以看到火車過去哦 嘿嘿 這裡啦 好涼哦 我要哪一個插頭 這一個吧 哈哈哈 我亂講了 我哪知道 哇運氣不錯耶 讓我們目睹到這個哦 因為我有看十顆錶啊 加煤台 所以我們剛剛就在加煤台 對它是舊子 然後現在的話 它其實前面有放那個煤炭 對它現在就變成觀景台 可以讓我們可以在上面看火車 最佳拍照位置 對 等一下 歡迎來到傳說中的洞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 其實會有一點通風的感覺 你看這邊 它其實離火車站 另外一個織口很近 那邊的話是往阿里山 那這裡的話應該就是往 應該是嘉義吧 這邊有最佳拍照景點 對 所以從車站另外一段拍戲還蠻不錯的 對啊 你可以拍到就是 主旗車站的全貌哦 這邊每個圍戶都 裡面都爛了 密集的分岔 因為它就是單一條線來嘛 然後就會分道看你要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去不同的線 好特別哦 這邊有一個最佳拍照景點 應該是要我往這邊拍吧 應該是哦 看起來也不錯 這邊其實還蠻多圓形的專制儀素 這樹木是什麼 好可愛哦 它花長得超可愛的 你要去哪裡 好可愛的 這個就叫天井 天井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找到這邊的頭了耶 因為我們找到主旗的頭了 繞了一圈 你知道我們再繞回去嗎 主旗市旗的後方 滿滿的全部都花旗木耶 超漂亮的 那邊就有停車位了 然後這邊就滿滿的花旗木 超美 哇這邊這個花旗木也太漂亮了吧 對啊 對啊 就在市集旁邊耶 好方便哦 這邊的話其實是竹崎公園 竹崎公園這裡沿路 全部都是花旗木耶 好酷哦 花旗木的花旗的話 大概在四月底左右 就結束了 所以如果說 想要看花旗木的人 可以來南下這邊看一下 沒問題 真的非常的豐富 不得了不得了 而且那邊還有釣橋耶 還可以走過去看看哦 我們沿著這邊走 就可以上橋了 好景橋 是90年度921之後呢 重建的一個正新方案 新建的 我們要上去洪景橋囉 出發 其實洪景橋呢 它是一個螺旋的樓木 所以呢 如果拍好橋好角度的話 是可以拍很多網美照的哦 哎呦 壯觀耶 對啊 而且它還可以再走到頂部耶 從頂部往下看 我還不敢走橋 那就由我過去 來幫大家看一下 這個橋有什麼特別 其實我覺得這橋走到中間 這種感覺就非常棒哦 你看我的後面 後面就是滿滿的花旗木 哇這邊真的超級美的 所以大家就是說來這邊 他也可以來這個橋這邊走走 嗨 超級美的後面 而且我們同時還可以聽到火車的聲音哦 超級棒的 哇我看到了一個祕境哦 很漂亮哦 對啊 等一下我們再去看看 走到頂樓之後就可以看到整個橋的人哦 好多人在走 超多人 結合滿多的農業休閒農業區耶 這裡就是竹崎公園農特城休閒農業區 嗯 然後它是位於台三線 圖子溪旁 這邊是竹崎公園的地圖 這邊就有紅景吊橋 它上面這一條叫花千止步道 這是什麼你之前走的花千止步道 它是非常大的哦 你看花千止步道就在側邊 就在我們側邊 後面這邊這個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就是花千止步道了 這個紅景橋下方 這個太漂亮了吧 花旗木 好像櫻花哦 好漂亮哦 四月要五月了耶 怎麼還是這麼漂亮 嗯 花旗就在這時候 超漂亮的 超美 好美哦 天空又很藍 對啊 你很難想像剛剛還下過雨 好多金字塔哦 光超好厲害的哦 對啊 人家在邊邊那邊就可以跟它很近距離了 可以哦 太早了 它好漂亮哦 它其實很像就是 一個小花包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砰 打開了 感覺 然後它就是會隨著風 然後慢慢這樣飄落下來 其實真的很漂亮 真的 可以哦 好像來到日本 足起公園 飛完一天耶 而且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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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 對 所以走到這邊的那一個 第十三號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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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要去阿里山小火車的時候 就會從這個 這個地方這樣子過去 哦 所以我們剛剛 就是 繞了 從這邊 然後繞了一大 圈 嘿 足旗外出麵 吃起來很多 這家有冷氣哦 其實還滿不錯的哦 它的菜單很特別耶 它有門子很豐爪 還有當歸 烤水湯 我超精采的 我超精采的 可是我們沒有點 你看這個麻醬麵 這個超級可愛的 很Q耶 這個是排骨酥 排骨酥喔 而且它的麻醬麵是偏鹹的麻醬麵 對 所以它吃起來麻醬麵那個口感 它是水比較濃厚的 對 鹹帶濃厚 很特別 我這個比較油 這個比較油 我跟我想像排骨酥麵有點不太一樣 你的那個排骨酥麵排骨是很鬆軟的 它比較鈍味 味道很濃 我比較喜歡圓頂的這個排骨酥麵 因為它比較清爽 但是比較偏油一點 嗯 嗯 我來試試看它的滷味 嗯 排骨酥麵可以喔 它有大腸還蠻好吃的 入口即化 大腸 對 大腸是入口即化 我剛剛吃海鮮也是入口即化 真的好吃 好特別喔 它滷味好吃耶 它滷味就是都很滷嫩 喔可以喔 那我來試試看它的混沌 就是混沌 哈哈 對吧 對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試下去囉 它滷味的 那有些飆的感覺 對 沒錯 然後它滷味的話其實都比較有一些 嗯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試下去吧 欸 我們又繞回足旗車站啦 對 我們今天帶大家特別繞足旗車站 一圈遊 成功 然後我們是從足旗車站 足旗公園 對 非常非常漂亮 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玩喔 我是冷冷清清 我是文秀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請記得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如果有喜歡的地方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喔 好 等你喔 啾